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上课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将灭镜定品做一个重点的提示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要进入心得单元 也就是诚实论 道地聚 智论 第198品 忍智品 这一品它主要探讨三个主题 七处 善 三官邑 还有八忍 那我们先来针对灭镜定品 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提示 这一品的内容蛮长的 可以分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将九种赤地定的经文描述做一个比较 第二个是解释灭镜定的经文 它的经文是过一切飞翔飞翔处 深圳享受灭 第三个是探讨灭镜定 有没有维系的心事活动 第四个是解释不失出灭镜定者 为什么能够获得线报 那我们之前上课有解释过 其实不一定是线报啦 它也可能是这个以后来世的果报 那之所以只讲线报呢 这是因为世人不失啊 他喜欢获得利己的果报 喜欢线世的果报 所以这里只说线报 第五探讨灭镜定所属的范畴 它到底是不是像有部所说 属于心不相应刑法 第六个是解说 露出灭镜定之心 首先呢 是针对九种赤地定的经文 做一个比较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你可以请看一下这个投影片 经文的描述啊 初禅是远离诸欲诸恶不善法 有觉有观 离生喜乐 那第二禅的描述啊 是灭诸觉观 内敬异心 无觉无观 定生喜乐 第三禅的描述是 离喜行舍 意念安慧 受生乐 此乐 圣人啊 亦说亦舍 意念行乐 第四禅是除断苦乐 先灭忧喜 不苦不乐 舍念清静 那空无边处定呢 这里讲到啊 它过一切色相 就是超过了它下界禅地 第四禅 第四禅还有色相嘛 是属于色界 到了空无边处定啊 它超越超过一切的色相 那事无边处定呢 它是超过超越一切 这个空无边处啊 无所有处啊 它是超过一切 这个事无边处 就是说上一层超越下一层 飞翔飞飞翔处呢 它也是超越了下一层 无所有处 那这个四禅八定里面啊 你会 这个陈时论他就问说嘛 在讲出禅乃至于四禅的时候啊 它并不像这个讲四无色定 讲到过一切 对于色界的四种禅 都没有用过一切来描述 对于无色界的四种定呢 它不用灭 灭不是这里讲的这个什么 阿斯丹嘎嘛 不是 灭是灭净定的灭 尼罗塔 都没有讲到尼罗塔这个字啊 尼罗塔这个字啊 有时候被视为是涅槃的同一语啊 就是说这里就问说 为什么对于色界禅呢 不说过一切 不用过一切来描述 那对于四种无色界定 不说这个尼罗塔这个灭呢 陈时论是这样解释啊 他说啊 色界禅和无色定啊 通通都有绝观喜乐等法 等就是指苦和忧啦 绝观苦乐忧喜这个 是色界禅是无色定都有的 那 经中说啊什么初禅 所谓二禅灭诸觉观啊 这是指初的觉观啊 他还有维系的觉观 因为 都有这觉观喜乐啦 所以啊 经中不用 过一切来描述 四色界禅 也不用灭来描述 四无色定 陈时论他也转述其他论诗的解释 过和灭 意思相同 因此经文说 四无色定 过就是说他灭啦 那四无色定中 定心坚固 四种色界禅中 心会被散乱破坏 因此经中不用过一切来描述 四色界禅 那再来针对这个灭禁定啊 被说是过一切 非想非非想处 陈时论解释说啊 深圳阿纳涵 这里讲到深圳阿纳涵 因为能够得到灭禁定 第九次地定的只有两种人嘛 一种是阿纳涵 那这种阿纳涵被叫做深圳 另外一种啊就是 这个阿罗汉嘛 那阿纳涵啊 他烦恼没有断禁 他仍然有这个 非想非非想处的贪欲 怎么能够说他过一切 非想非非想处呢 这是因为啊 阿纳涵能够关键 非想非非想处 一切行灭 行就是指有违法啦 因此啊可以说他过一切 非想非非想处 那陈时论的特色在于区分两种灭禁定 第一个啊叫做第八解脱 灭禁一切烦恼 有一个字要改一下 本来是写德阿罗汉果嘛 不是改成集 第八解脱就是指阿罗汉果啦 第二种灭禁定叫做第九次第定 他指灭一切心心所法 他不能断烦恼 那一般一般的这个论书啊 是认为说除了第九次第定之外 就是除了一般其他论书是认为说啊 只有第九次第定啊 才能够灭除一切的心事活动 可是啊 陈时论他不这样认为啊 他认为一指其他禅定啊 也能够灭除心事活动啊 能够灭心事活动的这些禅定啊 就是依这样的禅定能够灭心的 包含哪一些呢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这个叫做四根本禅 初禅前的未到地定 就是说还没有入初禅接近初禅了 中间定是指这个 初禅和二禅之间啊 这个无无寻有事定啊 初禅是有寻有事嘛 二禅是无寻无事 中间有个过渡阶段叫做无寻有事 这个被称为中间定 下三无设定就是指空无边处定 四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那为什么不讲非想非非想处定呢 因为非想非非想处啊 他是定多会少啊 这个心事不明 心事不明 就他的心不明了啦 他没有办法发展这个 发展这个 呃 他没有办法依这样的定力得到圣道 没有办法 那陈时润的特色啊 他是认为甚至依欲界定啊 也都可以灭除心事活动 所以要怎么得第八解脱呢 这个 依欲界定 色界四种禅 未到地定 中间定 下三无设定 都可以依这样的禅定 达到第八解脱 那接下来解释深圳 为什么灭尽定 被经典说为深圳呢 诚实论解释说 灭尽定啊 他不是言语所能了之啊 一定要自己去来亲身体会嘛 所以是深圳 并且啊 在灭尽定啊 他已经灭除了一切的心心所 所以还是要以身来证明 所以深圳这里有两个意思 语言不能了之啦 要亲自来证明 第二个是他没有心事活动 必须以身来证明 再来针对灭尽定 被说为想寿灭 这个想和寿是什么意思 有的论师啊认为想和寿啊 它是就是指这个想心所和寿心所 因为这两个心所是最殊胜的 所以被特别的说出 诚实论他不这样子认为 他说如果以殊胜来讲啊 所有的这些心心所里面 最殊胜的是心王啊 也就是士 既然叫做王 他才是最殊胜的嘛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解释 那经文应当说心灭 而不是想寿灭 那我又补了一两句啦 红色的字 然而经文并非如此说 可见上述解释是错误的 经文并没有说心灭啊 所以这个论师说 以书圣来讲 这样的一个解释是错误的 那诚实论怎么解释想寿灭呢 他说啊 一切的心都可以叫做寿啊 这个寿又分为想寿和会寿 想寿是指以有为法作为所缘的心 会寿是指以无为法作为所缘的心 这个想啊 想寿灭的想 想就是指这个有为缘心啦 寿就是指会寿 也就是无为缘心 这种想寿灭的话就是 不论以有为法作为所缘的心 还是以无为法作为所缘的心 通通都灭了 这个就是一切心心所都灭 所以想跟寿并不是指想心所和寿心所 而是指有为缘心和无为缘心 这个是诚实论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也是很特殊啊 再来讲到灭禁定到底有没有维系的心事呢 诚实论是主张没有 那针对反对者的种种批判啊 诚实论的答辩分为七点 第一个 经中说 露灭禁定者 他只有心灭哦 可是他的寿命和体乐 并没有离开身体 因此有无心众生 这个是针对反对者说啊 这个众生啊 或者一为友情啊 他是有一定是有心的嘛 不可能无心啊 那诚实论说 虽然无心可是寿命体乐没有离开啊 然后呢 诚实论用德来解释 这个露灭禁定者 他的这个心的德 他是存在的 所以和木头石头这种 无心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没有心事活动在 虽然就是说同样没有心事活动 可是露灭禁定者和木石不一样 因为他有心的德 德我们之前解释过嘛 就是说 将这个法 系属众生嘛 使众生得到这个法 不失去这个法 叫做德 所以我们那时候用图示的方式 来帮助各位理解 就是说用图示就比较好理解啦 我们讲说露灭禁定 他一切心心所都 都灭了 这代表他没有现在心嘛 当下是无心的 直到出定为止 那他将会生起未来心 他有这个过去心嘛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德 德这个作用啊 他就是将未来心或者是过去心啊 把他系属在这个路定者这里 所以这个路定者啊 你也可以说他是有心的 因为他有未来心的德 有过去心的德 所以你可以说他有心 每一法都有一个德啊 让他系属众生 所以德有好多 同时间有很多德 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 所以啊 路灭禁定者他虽然没有 现在的心事活动 但是因为他有这个过去心的德 未来心的德 也可以说成是有心 而不同于目时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反驳 第二点反驳 经中说 寿命体乐心事 这三件事不相离 诚实论指出啊 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啦 针对欲戒和色戒的众生来说 并非所有的场合都有这三件事 像诚实论就有提到 无色戒既然无色 他怎么会有体乐呢 所以并非这个三世 不相离啦 无色戒众生就没有体乐啊 同理啦 这个路灭禁定者没有心事 这个说得过去 第三点啦 路灭禁定者 并非全都没有事实 而无法存活 就是说人必须依赖事实才能存活嘛 此人仍有先前的一事实 一事实就是指施心所啦 那这个 这里的这个一事实是指过去的施心所 有德在现在 没有现在施心所 因为他已经停止一切心事活动了嘛 并且仍有忍乐促实 第十七品 四地品中 也说此人啊 他的事 这个德啊 在现在 因此仍然有事实 所以我在白板上说明一下 路灭禁定者他有哪几十啊 有团食吗 他不吃食物嘛 所以 事实里面团食去掉 他有三十 有四十 处食 一丝时 还有事实 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处食 陈诗润的解释跟有部不一样 有部是解释为是处心所嘛 跟进是合合生处 那个处心所 陈诗润说这个是冷乐风啦 如果处食是处心所的话 那路灭禁定停止一切新式活动 当然就没有处食 可是因为陈诗润解释说 处食是冷乐风 冷乐风是什么意思啊 我把它解释成是外在的环境 外在的温度啦 人必须 仰赖这个外在的温度 而能够生活 能够存活 像现在有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嘛 地球外在环境过冷过热 人都没有办法存活嘛 所以这里的陈诗润讲的这个处食是冷乐风 我把它解释为是外在环境的温度啦 外在环境的温度必须适宜 生物才有办法存活 那一丝时呢 陈诗润解释是指 过去的诗心所 有现在德啦 又用同样又用德来解释 事实同样也是 过去世啊 他有现在德 所以你看啊 他虽然入灭禁定啊 还是外在环境 还是这个温度还是有啊 他有促食 然后啊 有过去世 他有这个德 这个就是 意识时 过去世 其实也可以讲到未来世啦 因为他还是会生起啊 过去世或未来世 同样有这个德啊 他只讲过去世心所 其实应该也有未来世心所啦 再来第四点 讲到这个前心和后心之间啊 有这么长的间隔 后心怎么升起呢 陈诗润解释说啊 陆定前心能给其后的初定心做原因 就像已灭的叶啊 他在遥远的以后啊 可以生起果报一样 叶生果报中间有间隔啊 既然中间有间隔 叶都能够生起果报 同样的嘛 陆定前心跟后心 虽然有间隔 可是前心能给有间隔的后心做原因 第五点 除了无余涅槃之外 也有心灭的场合 也就是灭静定 第六 怒灭静定和死亡啊 虽然同样都灭心啊 可是啊 灭静定仍然有寿命和体乐 并且能够借这个寿命和体乐啊 再次的生起心事 所以和死亡不同 死亡没有寿命和体乐 心没有办法再生起 这个是不同之处 第七个 陆灭静定灭心而又再生起 不能推论出 陆无余涅槃而又再生 因为陆灭静定者 受命体乐不灭 并且藉由 炎耳鼻舌生 六处 六处就是指炎耳鼻舌生 以及生和命 使得先前预期的心 生起而出定 陆无余涅槃 受命体乐心事 通通都灭了 不预期再出生 这个是针对有心无心的部分 接下来是要解释 不施给出灭静定者 能够获得献报 为什么呢 陈诗润解释说 刚初灭静定 心是以涅槃作为所缘 所以说他常在第一异地 常住无真法中 智慧强大 内心清静 离假名相而无欲 艳离世间 又以众多善法 熏修其心而有如良田 因此 不施出此定者 能够获得献报 再来讲到这个灭静定 到底是哪一个范畴呢 陈诗润反对灭静定是遮法 遮法就是说能够遮止遮挡 心心所法生起 那这个是属于心不相应刑法 他否定是心不相应刑法 也否定是世间法 因为初灭静定者 具有圣身即面等种种功德 种种功德就是刚才讲的 那个布施德献报 他初定能以涅槃为所缘 常在第一异地等等的 他有这些功德 所以不是世间法 那是属于哪一个范畴呢 大圣一章 慧远的大圣一章 他说这个是无违法 跟涅槃一样属于无违法 再来是关于露出灭静定之心 陈时论说 露定的时候是赤定露定 赤地露定就是从欲界心 然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空无边处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再来就是灭静定 初定的时候也是赤地初定 渐入初心 刚初灭静定的时候 是以涅槃作为所缘 有三种处 无动处无相处无所有处 无动是指空 空中无相 无相中没有贪等这些烦恼 露灭静定前 他需要破坏一切有违法 初定的时候是以涅槃作为所缘 因此露定心 初定心都是无漏的 那在经中讲到说 行者露此定的时候 是不自念而露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时常休息的缘故 使定力坚强 并且由于先调息心 来断除有违法 所以就说他不需要作义 他不用想说要入定了 他自然就能入了 最后讲到说 灭盘是有违法灭静的状态 你可以说 就是说灭盘是有违法灭静的状态 他并不是另外有实体的 那以这样的灭盘作为所缘 这样子来休息 就是说这个休息出灭静定心 到底有什么利益呢 诚实论回答说 利益就是定心坚固 对涅槃之见明了 就是说你能够得到灭静定 这个是四禅八定 都是能够自在出入 这样的定是很坚固的 并且因为他出定的时候 内心是以涅槃为所缘 所以他对于涅槃的这种 这种之见是非常清楚透彻的 所以能够得这样的定的 只有两种人 阿纳罕跟阿罗汉 灭静定的部分 我们就整个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新的一品 我们上一次已经发讲议了 各位有带讲议吗 第198品 忍制品 这品的内容分成三个主题 七方便 三总官 以及八忍 那七方便 三总官 这是出自杂含经第四十二经 地点在社会国其数己孤独园 这时世尊对比丘们说 有七处善 三总官义 静于此法得漏静 这里静啊 静动词是完全完成的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完全完成 这七处三 三总官 你能够得到漏静 能够得无漏 心解脱 会解脱 这诚实论有解释 什么叫心解脱 什么叫会解脱 诚实论说 心解脱是指离遇 会解脱是指离无名 宣法之之 身作证据足柱 我身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什么叫做比丘 什么是比丘七处善呢 比丘啊 如实之色 这是第一个 知道色的疾 这是第二个 色的灭 这是第三个 色灭道姬 这是第四个 色谓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是色患 第七个是色离 离是出离的意思 患是指过患的意思 那味是指 味就是指这个 品尝滋味 享乐喜爱的意思 去品尝这个色的滋味 而享乐而喜爱 就色韵来讲有七种嘛 那受想行事 也是这样啊 什么是色如实之呢 所有色啊 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 以及四大所造色 这叫做色 色如实之 什么叫做 什么是色疾如实之呢 爱喜 这个叫做色疾 像这样色疾如实之 我解释一下这个疾 疾地你们怎么解释啊 疾地这个疾是什么意思 疾亚 泛文samudaya 它有三个意思啊 为什么翻成疾 因为这个字有聚疾的意思 可是其实苦疾灭道的这个疾 它主要是讲苦因啊 所以啊 这个疾还有起因 原因的意思 还有生起的意思 产生生起的意思 这里讲说 什么是色的疾 这里的疾是当声音来解释嘛 色的起因是什么 它讲到爱喜 所以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 经文里面啊 它是怎么样讲疾地的 我根据杂含经第34经啊 它是这样讲疾地 我根据杂含经第34经 它里面对极地的描述是 当来有爱喜滩剧 比比懒卓 或者比比乐卓 这样看其实不容易看懂 那因为我有对过巴力文啊 我就知道说它之所以这样翻语 它是顺着翻译下去的 按照巴力文的那个句子的那个顺序这样翻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当来有爱 当来有就是指后有嘛 对于来世的生命 这叫当来有后有 所以当来有爱啊 我是这样解的 它是导致后有的贪爱啊 这个贪爱就是希望有那个来世的生命啊 而这样的贪爱啊 和喜滩巨型 和喜滩一起的 这个贪爱和喜滩一起 和喜滩巨型啊 比比就是到处的意思 这个贪爱啊 到处 到处揽着 或者说乐着啦 这个这里的贪爱啊 这个这里的贪爱啊 泛文 Drisna 渴的意思 或者翻为可爱 口渴啊 这个爱是渴的意思 那这个喜滩巨的贪啊 泛文是Laga 懒的意思 懒色 这个字原来有颜色的意思 它可以懒色颜色 那翻成贪 就说对这个来世是存在的这种渴啊 饥渴啊 它是和这个欢喜啊 以及这种懒着啊 在一起的 所以刚才讲到说 呃什么是色吉啊 色吉就是爱喜 这个爱是后有爱 爱喜这个是色吉 什么是色灭如十枝呢 爱喜灭了 这个叫做色灭 也就是阴灭了果自然也就没有嘛 阴灭就果灭嘛 所以爱喜灭这个叫做色灭 像这样色灭如十枝 什么是色灭道基如十枝呢 也就是八生道 正见 正志就是正思维啊 正与正业正命 正方便就是正精进 正念正定 这叫做色灭道基 像这样色灭道基如十枝 什么是色味如十枝呢 我们刚讲味是品尝滋味的意思 品尝色的滋味 然后会产生喜乐嘛 色味就是啊 以色作为因缘所生的喜乐 这个叫做色味 那什么是色的过患如十枝呢 这个色啊 他是无常苦变异法 这个叫做色的过患 你看他前面 若色无常苦变异法 这个若是什么意思 各位如果要翻成白话文要怎么翻 若这里要怎么翻 这几年来在看陈时论啊 慢慢就跟因为以前我有 短暂的有去学习过梵文嘛 所以我看到若智啊 大概有这三种可能性啊 以前啊我都把若当成是如果啊 你这样翻不一定对啦 你看到若 第一个你想你可以去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讲如果 第二个啊他可以当 混使用当什么什么知识 第三个啊是当witch来使用关系代名词 你要翻译说凡事 或者不翻译 你可以去用上下文来判断嘛 如果是当如果的话 他通常会若什么折 若然后折嘛对不对 那如果是当混来使用的话 若什么然后他通常会有一个耳食 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句型 那如果是当关系代名词来使用啊 若然后下一个句是 是是此的意思啊 英文的话你就是witch来使用 那这里的若啊你就要翻成凡事 什么什么什么这叫做什么 或者你就不翻译或不翻译 所以啊这个句子若色无常苦变异法 这个叫做色的过患 那其实啊翻成白话文应该是说啊 凡事 就是说翻成白话文这里 这个若我觉得不要翻译啊 就是说这个色啊 他是无常苦变异之法 这个叫做色患 事名色患 这个事就是这叫做色的过患 接下来讲到色的出离啊 什么是色的出离如实之呢 也就是余色调浮欲滩 断欲滩超越欲滩 这叫做色的出离 那接下来是讲到寿 什么是瘦如实之呢 瘦就是指六瘦啦 眼处生瘦 耳鼻舌生意处生瘦 这个叫做瘦 他讲六瘦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联想到十二因缘里面讲 这个六禄啊 以六禄为圆而有处 以处为圆而有瘦嘛 六禄就是眼耳鼻舌生嘛 所以由此而有这个眼处耳处 乃至于异处 然后再由这些 这个眼耳鼻舌生意六种处啊 产生六种瘦 什么是瘦的疾呢 这里疾是声音嘛 这里回答说 处疾此寿疾 处疾的疾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疾应该当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在讲字意 寿疾如何之 这疾是指这个声音嘛 寿的原因是什么 他讲啊 处疾 处生起啦 这个瘦就生起 我们讲说疾有三个意思 疾疾聚疾 第一个 第二个是原因 第三个是生起嘛 那这里我觉得 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是生起 处生起了 瘦也就生起了 原因生果就跟着生起 什么是寿灭如时之呢 处灭 然后呢 寿也就灭了 这里这个是这个字 是当作代名词 此寿应该怎么讲 只是代名词吗 就是 是就是此的意思 原因灭了结果也就不生起了 寿灭道姬呢 一样是八指正道 那寿的滋味呢 就是以寿为因缘而生喜乐 寿的过患呢 寿啊 它是无常苦变异法 这个是 这个叫做寿的过患 什么是寿的出离呢 若于寿 调浮玉滩 断玉滩 月玉滩 是名寿离 所以这里的若要怎么解释呢 当凡事来解 或者你可以不翻译啦 所以寿的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是想 想是指六想 眼处深想 耳鼻舌深意处深想 这个叫做想 什么是想的声音呢 这里讲到畜生啊 这个想也就跟着生 什么是想的灭呢 触灭 想也就灭了 那 想灭道姬就是发生到 想的滋味就是 同样也是喜乐嘛 想的过患 同样也是想它是无常苦 变异法 想的出离 就是对于想 调浮玉滩 断玉滩 月玉滩 这个叫做想的出离 接下来是讲到行 什么是行呢 这里说六思生 眼处深思 耳鼻舌深意处深思 这个叫做行 那这里说六思生 生是什么意思啊 我解释一下 生啊 范文是 Gaia 它有三个意思 我们一般是说身体嘛 这里不可能当身体来讲啊 第二个它有聚集的意思 第三个它有多数的意思 就像这个英文的名词后面有加一个S一样 英文的名词如果是多数后面会加一个S嘛 所以在这里啊 耳六思生 它不是指身体 它也不是指聚集 它是指多数啦 就等于英文后面多数加一个S一样的意思 那它在讲行运的时候啊 行运是很多很多心所啊 只讲到私心所 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 私心所是行运中最首要的 所以以私作为代表 私心所是行运中最重要 再来讲到行的声音 同样也是这个触啦 触升起了啦 行也就跟着升起 那行什么是行的灭呢 触灭了行也就灭了 那行灭道姬一样是八圣道 行的滋味一样是喜乐 行的过患一样是无常苦便易 行的出离一样是对于行 调伏欲滩 断欲滩 月欲滩 那接下来讲到是 什么是是呢 也就是六思生 这个生也是表多数的意思啦 眼是乃至于意识 什么是是的声音呢 这里讲到是明色 明色声 是也就跟着生 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明色跟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谁是谁的因我们一般是怎么说 一般说是是明色的因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探讨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刚才讲到是的声音 这里说明色生起 是也跟着生起 那刚才有提到 我们一般讲明色跟是的关系啊 我们说是是原明色 以视为因缘而生明色 可是这里讲啊 讲的是这个明色原事啊 刚好反过来 那其实这个其他的经里面也有说到啦 在杂安经两百八十八经 设立佛和摩赫居西罗他们之间的问答 有讲到啊 是原明色 也有讲明色原事 那摩赫居西罗就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摄立佛回答说啊 这个明色跟是啊 就好像是三支芦苇啊 辗转相依而立一样 可以讲是原明色 也可以讲明色原事 事和明色的关系啊 就像这个三支芦苇啊 他怎么样能够立起来呢 是互相依靠才能够站起 但是啊 如果我们从十二因缘啊 三四两从因果来看这个 事原明色 明色原事的话要怎么样理解呢 在《顺政理论》第二十九卷里面啊 他引述了上作势利罗多的说法 他解释事原明色啊 他说这个一般啊 事是指入胎事嘛 或者讲说结生事 因为这个事入胎了嘛 所以产生了这个新的这个 此生的这个名色 然后呢 然后呢 他怎么解释 明色原事呢 他解释说啊 入胎后啊 事一名色而住 所以名色原事这个事就不是入胎事啊 是指入胎之后的事 这是上座势利罗多的解释 甚至你又讲到另外一种解释 叫做这个人啊 罗摩 他这样子解 他说明色原事啊 这个名色是指中阴的那个名色 在中阴阶段的名色 他所产生的事啊 是入胎事 事原名色这个事是入胎事 那他所生起的这个名色呢 是生有名色 这一辈子的这个新产生的名色 名色原事 这个名色是中有名色 事原名色 这个名色是生有名色 仲贤他反对 这上面两种说法 因为上面两种他讲的这个 事原名色 名色原事 他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 仲贤认为他是同时的 前面两种说法都是从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来讲是从相续的角度来说 仲贤反对啊 他说这个是同时的因果啦 是约一刹那来说 所以你看这个杂含金 42斤啊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你细细读的话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这个 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讲到这个 什么是四灭如十之呢 讲义的第七页 上方 明色灭了 事就灭了 原因灭果就不生嘛 这个叫做四灭如十之 那什么是四灭道姬呢 同样也是八圣道 什么是四的滋味呢 也就是喜乐 什么是四的过患呢 也就是无偿苦变异 什么是出离呢 对于是调伏欲滩 断欲滩 超越欲滩 这个叫做四的出离如十之 这个叫做七处善 就是说旧美玉印来讲啊 有七个方面的观察 那其实五蕴的话 七乘以五就是三十五啦 那接下来讲说 什么叫做三种观义 比丘啊 凡是在空闲 树下空地 观察 阴界路 正方便思维其意 这个叫做比丘三种观义 所以你看那个经文 三种观义是什么 如果你直接看经文的话 三种观义是指什么 观察运触界嘛 可是诚实论他不这样子解释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 那因为这个佛典啊 他有不同的版本啊 有南传北传嘛 所以说法有出路 我在白板上稍微说明一下 扎含经四十二经讲三种观 是指运界处 那运我们通常会说是五蕴嘛 处是十二处嘛 戒的话就有 有两种说法 我认为是六或者是十八啦 六戒就是地水火风空事 那还有另外一个汉译本啊 叫做七处三观经 里面讲的三种观啊 是生五蕴 还有六衰 六衰就是指外六处啦 设身相畏处法 那南传的 南传的经文呢 他讲啊 戒 处 缘起 所以不同的版本有他的 有一些出路啦 再回到经文 这叫做比丘七处善三种观义 禁于此法得漏净 禁我们刚才解释过嘛 是完全完成的意思 完全完成的这七处善三种观义啊 能够得到漏净 能够得无漏 心解脱会解脱 陈诗润解释说 心解脱是指离遇 会解脱是指离无名 宪法自知作证 聚足足 我身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所以我把这个七处善啊 我再稍微做一下简略的复习 如实之色啊 色就是指四大嘛 以及四大所造色 那如实之色疾呢 色疾是 他讲爱喜嘛 就是 于喜剧型的后有爱啦 后有爱是烦恼嘛 所以大皮薄沙润解释说啊 这个是指烦恼机 后有爱 所以他讲的是 呃 他认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中有的阶段啊 就是说因为 呃 人因为贪恋他的这个后身啊 所以他会投胎嘛 所以这里的色疾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色其实他可以 你可以就是说 这里的色就有点类似来世的生命啦 来世的这个色,这个色身嘛 这个色身嘛 然后他有这个后有的贪爱 所以他导致这个来世又有这个身体 所以色灭啊 就是爱喜灭嘛 爱喜灭色就灭 这个是讲因灭故果灭嘛 这个是讲因灭故果灭嘛 色灭道就是八正道 色灭色就是阴色所生的喜跟乐嘛 这个味啊 他的梵文啊 他用英文翻成英文 他有品尝 有enjoy的意思 是 享乐啊 色的过患就是无偿苦嘛 色的过患就是无偿苦嘛 色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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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湖 断 超越 浴滩 对于色的浴滩 这个是色的部分 接下来是瘦 瘦就是六寿嘛 眼处乃至于益处生寿 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解释呢 我们讲到说十二因缘里面说啊 这个六路原处就是六寿 处缘寿嘛 寿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处 刚讲到了以处为原而有寿 那瘦的灭 那瘦的灭 就是处灭嘛 那后面都一样 再来讲到想 再来讲到想 也是眼处乃至于益处 产生想 那想的这个声音呢 也是处啦 就是处灭 也就是处灭了 后面都一样了 就是说这个道是指八正道 胃是指喜乐 过患是指无常苦 出离就是指调伏断 超越浴滩 行也一样嘛 眼处 然后呢 乃至于义处 生思 那行的吉呢 同样也是处 同样是杂安经276经讲啊 以处为原 而产生思 讲到处缘思 讲到处缘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讲到这个受想型的这个吉的部分啊 都是处啊 大皮伯沙论解释这是本有的阶段 本有就是指现在这个生命啊 然后讲到四呢 四六四 然后讲到四四六四 四的吉呢 是明色 大皮伯沙论解释这个是生有的阶段啊 那其实这七处缘啊 它跟四地 四胜地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嘛 比如说第一个啊 官舍或者我们讲官五运 它是四地里面的哪一地呢 是属于苦地嘛 那官这个色吉是属于哪一地 官色吉 对啊 想起来就是 就是吉地嘛 官色灭呢 是灭地嘛 那官这个 灭五运的道呢 道地 那官五运之位呢 官五运有其胃 嗯 胃是喜乐哦 所以是属于什么地 是吉地嘛 因为喜乐 贪爱嘛 所以去产生 产生种种的苦 所以官五运胃是属于吉地 官五运的过患呢 不是是苦地 官五运的出离呢 灭地 所以我们讲义 你如果看第八页的话 我有整理出来了 根据大皮婆沙润地 108卷 他把西方便跟四圣地的关系 他把它说出来 就是前面其实很清楚是苦吉灭道嘛 那魏 魏是指喜乐 他是属于这个吉地的不 属于吉地 无偿苦这是属于苦 过患是无偿跟苦嘛 所以这是苦地 官五运啊 这个条幅断超越 这个是灭地 然后你就看啊 他的顺序一次是苦吉灭道 再来吉苦灭 你就会发现说 四圣地里面啊 苦地吉地灭地出现几次呢 出现两次 道地只出现一次 为什么呢 大皮婆沙润解释啊 因为其实七方便啊 通通都是道地的啊 因为你有一个去观嘛 观察就是道地啊 那以这个吉地来讲啊 第二个是七方便里面的第二个是观吉 第五个是观味 吉是原音 味是喜乐嘛 他们都属于吉地 那吉跟味有什么差别呢 讲到这个吉啊 他是通于六世啊 可是讲到味啊 只限于义世啊 因为喜乐是由义世所生嘛 喜乐不是直接从眼耳鼻舌生引生的 各位知道吗 我们之前讲这个心事的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讲先是前五世 再来义世 义世取相 取相之后 取可异相是产生喜寿 取不可异相产生幽寿 取处中之相产生舍寿嘛 然后呢 讲到吉啊 他是通懒乌或者不懒乌啊 可是如果讲到味啊 他一定是懒乌的意思啦 味他是品尝享受嘛 他有懒着的意思 吉是通三界 味是只针对欲界来讲 吉啊 他通于夜跟烦恼 为啊 他只针对烦恼啦 因为喜乐后面就是贪啦 吉呢 是通种种烦恼 为啊 他 仅针对爱啦 仅针对贪爱 再来讲到七方便里面啊 第一个是关苦 第六个是关过患 他们都属于苦地 那差别是什么呢 苦啊 他通于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那这个过患啊 他只针对苦受啦 过世指无常苦便易啊 他只针对苦啦 那苦呢 那苦呢 他是通懒污不懒污 过患啊 他 他 只 是懒污的啦 苦是通于三界 过患啊 是针对欲界 苦是通于夜和烦恼啊 苦有夜苦和烦恼苦嘛 那过患啊 他只针对烦恼 苦是通于种种烦恼 这个过患啊 是因为爱而隐身啊 再来就是七方便 七处膳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啊 是关灭 第七个是关出离 他们都是属于灭地 那差别在哪里呢 关灭啊 这个灭是针对乙生的烦恼液 关出离啊 他是针对卫生的烦恼液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啊 大皮婆沙论 同样也是108卷啊 他里面讲到 某一个论师的解释啊 他说啊 七处三 三亿关啊 他是针对这个三贤位啦 是属于三贤位 那如果你能够到如十之的阶段啊 你如果能够如十之射 如十之射疾 如十之射灭 如十之射灭到呢 这个是属于见到位啊 如果能够如十之射灭啊 射的过患啊 射的处理啊 这个是修到位 能够啊素得漏进啊 这个是无学位 就是说你做运界处的观察 然后观察射 观察射疾 观察射灭 观察射灭 观察射灭到肌 观察射位 射过射出 这些都是三贤位的阶段 但是你达到如十之的阶段的时候啊 前面四种就是见到位 后面三种是属于修到位 你如果说啊达到漏进啊 这就是无学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讲义 首先讲到七方便 刚才靖文说七处善 旧摩罗石这里把它译成七方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七处善是什么意思 七种场合 处就是处所场合嘛 善是指善巧啦 它是善巧是熟练的意思 七种场合的熟练 那这个善啊 它可以又译为方便 就是说在俊摩罗石的翻译里面 处就没有译出来了 方便 范文是 古修善 古修善什么意思呢 好 善 善 疑 熟练 方便它就有事疑的意思啦 这里问 经中说 凡事行者有七方便 三种观 于此法中迅速得漏进 这是什么字呢 陈诗论回答说 七方便指文会和诗会 为什么呢 心尚未得定的人 做这样的观察 也就是 这是色 色疾 色灭 及色灭道 色畏 色过患 色出离 他自己讲到 心尚未得定 如果心得定的话 就是属于修会了 所以他说 心尚未得定 这样观察 所以是属于 文会和诗会的阶段 文会和诗会的阶段 是什么 就是指 三贤位 或者说念触位 修会是属于 四善跟位以后 接下来又问 七方便 如果是文会和诗会的话 经中为什么说 迅速得漏进呢 刚才有讲到 文会和诗会是属于念触位 七方便如果再念触位 离这个无学还这么远 怎么说迅速得漏进 陈诗论回答说 虽然是文会和诗会 如此分别五运 能够破除我心 因此经中说迅速得漏进 再来讲到三种观制 这里解释说 观察有违法 无常苦无我 有没有注意到 跟经文讲的不一样 刚才经文讲的是运戒处 那他说如果是以运戒处门 来观察有违法 没有利益 为什么说以运戒处观察没有利益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 关于运戒处 它是属于前面的阶段 关于运戒处只能破除 离运戒我 就是说你分析我们这个 这个人其实只是色寿想行事的和和 除了色寿想行事 并没有我存在 这个是破离运戒我 认为有一个时代的 借由观这个运戒处 可以破除离运戒我 可是不能破急运戒我 急运戒我就是把五运当成是我 他这里讲没有利益 意义是指说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断除烦恼 因为你只是破了一个部分 你没有通通都破 观察五运 重点是佛法的重点是 观察五运 无常苦无我 而不是只观察五运而已 如果你只是纯粹分析五运 你只能获得 除了五运之外 并没有一个独立实在的自我 但是你不能破除说 执着这个五运 个别的射受想行事是我 你没有办法破 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次上课 再来探讨 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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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课